我們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現在電子書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對不對 您周期資料方式 那有沒有哪些地方有提供免費電子書 現在有些圖書館都有 那這裡有兩個地方老師可以參考的是 一個叫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它上面有電子書 當然它上面有很多裡面教學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一個是叫做職業訓練網路大學校 職業訓練網路大學校 那個就跟我們計時交易比較有關的 那都可以用 另外一個是最近 今年開放的台中圖書館 它號稱是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數位圖書館 它裡面就有很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在這邊 這裡面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它有很多的這種引進教學 不管是資訊類的還是其他的 這個都可以 那你如果有輸入帳號的話 這個還有一個它新推出來 就是電子書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有沒有 像這些東西 你去那個什麼便利商店 現在都包起來了 都被人看 都被人看 哈哈哈哈 去圖書館店也去不到當體的啊 所以呢 那我就在這邊去做借業而已 那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借業的話 你的等級要稍微提升一下才行 它為了好玩 所以有所謂的等級的不同 比如說我這邊 好 那麼 您看一下它這裡有一個就是那個叫做 學...那個在哪 怎麼沒看 這裡 就是 莊園基地 這個 我家是舊財 它呢 有分等級 如果您剛看你叫伯町 伯町 伯町沒有救電子書 呵呵呵 要努力一下 要努力一下 變成負一以上才可以借 那個不難 它那個點數很快 100點以下的是伯町 這裡 哇 超100伯町 你超過100就很久 那怎麼提升呢 很簡單 你只要有加入會員就5點了 但是如果一個學習都沒有來扣10點 不認真 對不對 它只提升你那個樂趣 要選課程 選一門課就2點 沒有看完也是2點 那 有看完就8點 或者發表文章 看 演講 它有一個線上演講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就是 讓大家覺得比較有趣一點 那麼我們先看 像這個電子書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借月的話 假設你要看這一本 點下去 好 這個呢 24點間就要行 我們現在讀書館好像都可以借一個月對不對 但是你借回去一個月你看多久 看不到一小時 時間要到快 封面 封筆 看完 對不對 其實放在家裡面一個月看的時間不多 那這個 它說21小時晚 你也不用那麼擔心 反正你關掉就完了 對啊 沒看完下次再借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流通率就高了 所以你確認借月 這樣就可以 那它在借月的時候呢 需要有一個那個Reader 現在電子書最大的麻煩在於 格式不同意 所以可能不同網站它提供Reader不同 那如果你有裝好了 你看像我這邊有把它裝起來了 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回到我的長書 你看我有看過的有沒有 你要看到一個 好 下一頁 都跟真的一樣 就是那一本 可是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你可以輸入關鍵制法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Google雖然很厲害 它還有服務我們沒有介紹 但是它基本上周見群 有沒有辦法找到書裡面全文 不行 對不對 你只能夠找到假證書有關的 因為有牽涉到智慧探險裡面的問題 你只能找到人家介紹的代料 或者介紹的內容 那麼你在這邊如果你要找關鍵字 比如說我要找 想要找這個 放大一點 放大看 好 這個 增進 好 這裡 你看 它有沒有告訴你 哪些頁面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 這個對我們用 這比較重要 我們用的是這樣的功能 因為電子書不在於它閱讀的什麼形式 重點是我們要找資料的時候一定要全文檢索 這才是好用的 好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要找就比較容易 好 就比較容易 那這樣的話 你比較知道說 我就記得那個當初那個資料 因為它會幫你做反白的動作 這樣子又很清楚了 好 那除了這裡有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到哪裡 我們這個 國立的 台中書書館 它有電子書的服務平台 那麼 只要您有就是 書書館的帳號 這個部分 不用一定是台中書書館 全國的都可以 好 你只要有全國任一個書書館的 都可以分路 都可以接運 反正這個沒有什麼還出的問題 所以您找到了 雖然它上面書欄講 目前不多 目前不多 但是這些圖書館裡面算 相對比較豐富一點的 你要借閱的話 它有分幾種 只是說台灣的大部分 各種電子書 就沒有全文檢索 這種的 它現在因為格式太亂了 這個部分它就沒有全文檢索 你看如果你要看的話 它可以直接借閱 哇 這個借閱數量都已經沒有了 那種就料料了 哈哈 那個同書的應該比較多人借 好不好 怎麼這麼剛好 同書都被借了 哇 那種就料料 你看 這裡有 你看 借閱授權數量 有沒有這兩個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 你要在電腦上看 在平板上看 還是在手機上看 它有不同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很 輕鬆的去做一個開卡 這樣您大概了解 那麼既然講到這個呢 我順便把 Google其實它也想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圖書板 老實有沒有用過Google的圖書服務 有的啊 可以用過 那麼 這個Google的圖書服務 其實你也可以一樣 進到Google的服務裡面之後 一樣找更多 這個我先滾掉 找更多裡面的全部 這裡 就可以看到 Google圖書有沒有 Google圖書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可以找的範圍 是整本圖的內容 因為平常如果這個書的資料 沒有數位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常用的就只能有書籤 但是你今天要找資料的時候 老實講有時候有點困難 其實有書籤的幫助還是有點困難 你只能從目錄去找 那怎麼樣找到您真正要的資料 就有點不容易了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 這些審理之後您常用的 我就可以變成你自己的一個圖書館 有時候很多像 在大學也好或高中 可能老師會有給同學一些參考書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列進來 把它列進來 那這樣你就可以 有時候要找資料就比較方便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那這樣大家幹嘛要解書 都不用錢 事實上這裡面它有分 完全沒有版權問題的 比較早期那種 就是完全授權可以開放的 那有版權的呢 也沒有關係 你還是找得到 只是它會告訴你 你要找的關鍵字 是在沒有開放的那個部分 可是它第幾頁一樣會告訴你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這個地方你看到 比如說我如果去找 好 這個 新聞發表 這裡面 這個只有書品 來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內容 你可以直接預覽 你可以搜尋 好 如果 因為像我在學校 是交這個部分 如果我想要找的 是跟這個書有關的 裡面的 比如說我想要 找一個這個工具 然後我就執行 好 你有沒有發現它會告訴你在哪一頁 有沒有 在哪一頁 在這邊 就有出現這個關鍵字 它會叫我們剛剛那個月圖器一樣 把它反 反白出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找 好 我在第幾頁 四盤 18 找到它 好 這個剛好 那是在目錄裡面的 好 所以 萬一那一頁 是屬於就是沒有開放 因為像我們現在買出 也會有幾頁開放月圖給你看 對不對 那萬一超過那麼大圍 反正它就是告訴你 它就告訴你 設備幾頁 而且 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書商 既然願意提投給它 也要有利可苦對不對 不管的話它就不用賺了 最重要就是像這種 在這裡 你可以在哪裡買到 有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 像機械科學應該老實 會有一些書是比較冷門的 也就是說一般書局 比較買不到的 有沒有 應該會有 你如果 書沒有透過這種方式 很多時候 因為外面的大書局 你說成品 它有沒有可能 全部的書都有 不可能 1點幾 比較新的才會有 那過一段時間之後 都沒有 你那些書的曝光率 既然沒有出現的 只有在書書館 書書館就找不到的話 那就 都找不到 所以如果能夠透過這個方式 它 比較冷門的書 事實上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它可以這樣 而且又可以 最重要是做全文檢驟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可以找到很多 所以 那邊呢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電子書 就順便把Google這個版本帶進來 那我把畫面就先還給老師